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宋志勇 在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 2024年将大幅增加中美直航航班 2023年国际客运航班 已从不到500班恢复至4600余班 增长9.6倍 中美直飞客班增至每周63班 宋志勇表示将实施中美元首会晤成果 推进中美直航航班增加 他还提到了优化签证和出入境政策 提高三 四航权使用效率和境外第五航权的利用 预计2024年中国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 将达6.3亿人次 国际航班每周将达6000班左右 恢复至疫情前约80% 中美航班的推进 旨在满足国内留学、探亲、商务等需求 虽然2024年国际航班加速恢复 但复苏仍面临不确定性 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战争因素 除此之外 中国民航局还将全面拉动航空物流市场需求 统筹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力争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旅客运输量和货油运输量1360亿吨公里 6.9亿人次和760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约14%、11%和3% 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新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大多伦多宾顿市阿尔哥马大学的一群留学生 因一门课的成绩不及格而在校外举行的无限期抗议活动 进入第四天 结果被骂惨了 据Blogto报道 本周聚集在这所学校门口的大批留学生声称 他们都在同一门IT课上挂科 其中有些人已经挂科了两次 他们认为这是教授和课程的评分系统有问题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片段显示 这些学生不仅白天在校门口举牌 晚上也无惧寒冷就地扎营 誓言要讨一个说法 据印度媒体报道 有超过130名印度留学生挂科 但却没有得到教授的任何适当解释或答复 而该教授在学期结束后就去度假了 一名学生代表表示 这些留学生支付的学费非常高 是本地学生的四倍 这些学生还声称 他们在自己的其他课程中都表现很好 这门课程的教授是故意针对他们 故意给他们不公平的评分 他们还称 这是为了赚取学生重考费用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 对于这些举着牌子要求公正并声称分数有些可疑的留学生来说 网上几乎没有人同情他们的困境 一位网友在X上写道 仅仅因为交了学费 并不能保证你能通过考试或获得学位 关于这次示威活动 该校的发言人表示 校方已经联系了每一位抗议的学生 并且非常重视他们的担忧 正在开始紧急调查 2024年一时 禽流感疫情高峰再度袭来 鸡蛋 鸡肉价格恐再度升高 其中 北加州的农业中心 在过去一个月里遭受的损失最大 据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称 截至上周五中午 在过去30天里 全美63个禽舍中 约有1062万只禽类 受到高致病性禽流感爆发的影响 在这些禽舍中 37个是商业鸡群 26个是非商业鸡群 总共380万只禽类集中在加州 目前的禽流感疫情是自2022年以来一场全国性疫情的最新升级 去年的疫情导致全国性鸡蛋短缺 鸡蛋价格创历史新高 然而 美国今年可能再次遭遇同样的问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虽然鸡蛋价格仍是大约一年前的一半 但上个月已经上涨了12% 除加州外 其他报告疫情激增的州 包括南达科他 明尼苏达 威斯康星 堪萨斯 阿肯色 俄亥俄和宾州 随着禽流感继续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肆虐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呼吁重新考虑所有可用的工具 以减少大流行的风险 包括接种疫苗 尽管如此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兽医学院的勤病专家皮特斯基表示 从财政和后勤角度来看 这目前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这意味着每年需要给约80亿只肉鸡和3.5亿只蛋鸡接种疫苗 一些接种过疫苗的勤类可能没有症状 但仍有能力传播疾病 周一 美国航空的一架从达拉斯飞往上海的航班 紧急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目击者称 飞机迫降后跑道上停满了紧急车辆 洛杉矶国际机场向媒体证实 这趟航班号为AA127号的航班 于美西当地时间周一下午1点07分安全降落在该机场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美国航空官员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从达拉斯飞往上海的美国航空127号航班 由于可能的机械问题而转向洛杉矶 飞机安全着陆 靠自己的力量滑行到登机口 我们从不想打乱客户的旅行计划 并对由此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根据航班追踪 截至周二上午 目前的状态显示航班延误16小时15分钟 已于周二上午7点56分从洛杉矶机场起飞 从达拉斯到上海的平均飞行时间为13小时59分钟 据悉 本次迫降直飞的机型为波音787 这是继上周五阿拉斯加航空一家波音737 MAX机型舱门脱落事故后 第二次因为机械故障造成了航班的迫降 波音公司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大多伦多地区列治文山华人聚集的康山附近 Hillcrest Mall购物中心发生了恐怖的骚乱 有现场网友表示购物中心发生了骚乱 有很多人突然尖叫向外跑 有一些华人当时正在银行办理业务 事发后立刻躲进了银行 并且立刻关闭外门以防万一 有当时在购物中心外边的网友也表示 在外边有六辆警车围堵在各个出口 警察也立刻手持冲锋枪进场清查 警方进场后由于需要排查 大家暂时不允许离开购物中心 经过了约30分钟后 困在各个门店内的客人才被允许离开购物中心 随着信息更新 已经确认这次骚乱是一次零元购 遭到抢劫的是该购物中心中一家珠宝店 现场视频能看出 被抢劫的珠宝店一片狼藉 地上散落不少东西 展示柜也被砸碎 不少陈列物品都被抢走 1月8日 纽约被数百名示威者围困 他们封锁了进出纽约的所有主要交通路线 长达一个多小时 据悉 今天这次有组织的行动袭击了布鲁克林大桥 曼哈顿大桥 威廉斯堡大桥和荷兰隧道 阻断了离开曼哈顿的交通 纽约曼哈顿本来就是个岛 这下彻底成了孤岛 在布鲁克林大桥 大约40名抗议者盘腿坐在路中间 汹涌的车流被阻挡在他们之后 媒体拍到了一位父亲 当时刚好他要开车经过威廉斯堡大桥前 去看望女儿 但他被抗议的人群挡住 当蒙面抗议者站在他的本田SUV车前 拒绝让他通过时 他突然失去了耐心 他先是对一名身穿背心的妇女大喊大叫 这名妇女似乎正在组织大家阻塞交通 他当时试图让这位父亲冷静下来 他喊道 你们在扰乱交通 白痴 你们不能这么做 这是违法的 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用手铐把自己靠在了金属管 混凝土和轮胎上 纽约警察用了很久才把这些手铐解开 后来警察们为他们重新戴上手铐 并将抗议者围拢起来 排成一排 人们看到他们被统一送上了一辆MTA提供的公共汽车上 纽约警察局局长约翰切尔说 周一上午9点40分左右 有325人在封锁桥梁后被捕 直到11点15分大桥才被陆续清理出来 劳工部周二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定 将迫使企业将部分员工视为雇员 而非成本更低的独立合同工 此举激怒了商业团体 并可能引发法律挑战 人们普遍预计 这一规定将增加依赖合同工或自由职业者行业的劳动力成本 比如卡车运输 制造业 医疗健保和基于应用程序的零工服务 大多数联邦和州劳动法 比如那些要求最低工资和加班费的法律 只适用于公司员工研究表明 雇佣员工的成本可能比独立合同工高出30% 拜登政府的新规旨在取代川普时期的一项规定 根据该规定 拥有自己企业或有能力为竞争对手公司工作的工人 比如同时为Uber和Lift工作的司机 可以被视为承包商 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周一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将工人错误的分类为承包商而不是雇员 尤其伤害了低收入工人 后者将从最低工资和失业保险等法律保护中受益最多